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哥 人家明显不想接受采访啊 我想做的采访就一定能采成 一会儿到了机场 还有时间采访 哥 你也太执着了 机场那么多人怎么会有地方 李经理啊 我是大鹏啊 我现在啊真的有个事麻烦你了 一会儿我想用咱们机场的VIP 做一个采访 对对对 就是那个很火的游泳冠军范海涛 你放心 你放心 标志呢我给你拍三个特写 外加两次口 二十分钟我就到了 好好好 这都行啊 你什么时候上来了 我一直都在啊 我这么一个面容 搅好的面容鱼 怎么没有存在感呢 哎 不过话说也太厉害了 你连机场都能搞定 真有门路 这采访也太刺激了 你说那范海涛如果上飞机 你们是不是也得带着人 去飞机上采访啊 啊 他绝对也带不出来 厉害了我得说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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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挺麻烦的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不好意思啊 我想我刚才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吧 嗯 我们这个栏目啊 在深城市很有影响力 观众很期待这次采访 对不起 这是我们小涛的意思啊 哎哎飞哥 这样吧 刚才那个姑娘啊 我给她一个问题的时间 五四三二一 来这儿 今天我们有兴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城市和平高架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私家车和出租车相撞的事 消防车和救护车已经到达了现场 据我们所了解事故至少造成了一人死亡 这名女性死者正被抬住出租车 我们看一下现场 干什么呢 啊 唱歌 你怎么了 我说话呀 我直播了 说话呀 怎么了 我 我 你故意的是不是 因为 因为 对 那就对不起了 看来今天方欣然不来 这个节目是做不下去的 如果方欣然来了呢 方欣然啊 真是 真是 这道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开始吧 迅速清场 迅速调整机位 一号机 这儿 二号机 这儿 快快快快快 醒路起来 海涵 海涵您好 很高兴 您能接受我们深城人的专访 我从小就喜欢看您的节目 今天能接受您的采访 我真的很高兴 谢谢 谢谢 看到你这次获得这么好的成绩 我们都替你高兴 这背后肯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吧 能跟我们讲讲吗 我 可以再给我一次面试的机会吗 刚才不是我的正常水准 我特别想加入你的团队 跟你在一起一定能学很多东西 你不适合我们团队 为什么 你都没有好好看过我的简历 和我做过的片子 不必了 不必了 你对我们来说太稚嫩了 我研究生已经毕业一年了 还有主持人资格证 你连那么句话你都说不明白 把事情交给你 那就是一场灾难 哭 哭 哭 眼泪在我这儿不好使 不会哭的 我也不会放弃 迟早有一天 你会跑过来找我的 回去补录一些我的镜头 另外再录个提计 咱俩非得这样是吗 我在说节目 你在说什么 以后请你不要玩这种 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把戏性 不失去 怎么知道拥有有多珍贵 来 喂 你是方先生的老公吗 您太太在我们这里晕倒了 好 好 好 战争 生日快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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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嫂子就是想给你个惊喜 哎呦 我自个儿都忘了 展先生 范海涛这一战 您赢得漂亮 今天的生日会 是何总特意安排的 这个会所是刚刚买的 就是为了大家图个方便 以后有什么需要 你们二位尽管过来 你们夫妻二人 永远是我们这儿的贵人 哎哎哎哎 不对啊 咱俩没打赌啊 输就输了 干吗这么破费啊 要是收购我们太阳娱乐的 就是何总的小麦网 呦 很有眼光啊 但是 有点自补两立 展先生 我们真的是很有成 以小麦网的平台优势 加上太阳的制作团队 强强联合 一定可以开创一片新田地 但是听方女士的意思 您还有点顾虑 哎 她没跟你说吗 我对贵公司抛出来的橄榄枝 不感兴趣啊 哦 不好意思 我跟我先生先说几句话 什么意思啊 这哪是生日会啊 这是鸿门一案呢 你逼我是吧 展大鹏 你暗于现状 不代表我要跟着你停滞不前 像我们这样的制作公司 找一个强大的平台做依靠 那是大势所趋 强大的 网络公司不就是有点钱吗 不就是烧钱吗 那个姓何的给你多少钱 瞧把你给乐着 怎么着 不要把自个儿卖出去啊 卖价不费 河头上都写了 你没看见吗 我创办太阳也失联了 我什么风雨没见过 我不会轻易向资本妥协的 可是资本能带给我们 更大的发展空间 有了合时的支持 我们可以做出更多的节目 实现我们之前很多的设想 别说了 我不同意 你别在这儿瞎折腾 收购咱们你还说是好事 对啊 网络这两天适合多猛 我有一个师姐就在小白王 听说在他们那儿 像我这样的编导 每个月能拿五位数 不像咱们公司 见过什么呀 大鹏哥对你不薄啊 说话别没良心 你别以为我离开你 就什么都做不了 我已经不是五六年前的方信然了 没有你的指点 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没有你的提示 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现在 有我自己想表达的想法 有我自己想选择的路 我只是想说服你别孤不自封 带着团队跟我一块走 一起投敌是吗 何时他是敌人吗 他怎么就不是啊 竞争对手就是敌人 在范海头这个问题上 他还跟我较着劲呢 你怎么越活越狭隘了呀 合作是合作人 竞争是竞争 一码归一码 何时今天主动给你办生日宴会 那是在向你示好 我还得谢谢他是吧 我还没沦落到别人 给我一块蛋糕 我就上赶的投成的地步 是不是我都白说了 你脑袋瓜子发热吧 你真的是热了 也好你这儿挺凉的 你在这儿凉快一份啊 收购的事 从此不要再跟我提 你 对了 从明儿开始 我放你一个星期的假 你冷静冷静吧 展先生 你怎么就走了呀 那我送你吧 你甭管我 该吃吃该喝喝 你都走了我在这儿干嘛呀 过什么日啊 好好给我逛 其实我也料到他是一个反应了 他现在是一点意见都听得进去 他要是能听得进去 就不是我所了解的展大胖了 请问您去哪儿啊 直走 再直走就开海里了 不停 架着公厂 时间还早 要不然找个地方再坐一会儿 算了 改天吧 吴芬 叫车来 送方雅姐回家 好 方姐 你喝酒了吗 没有啊 让她送我回去吧 就不麻烦你了 何总 展大朋友不好搞吗 慢慢来 你先走了 你好 老展 想我了吗 我知道你每一天忙得跟美国总统似的 没空想我 但是在这儿呢 还是要祝你四十四岁生日快乐 你说你都四十四岁了 也该谢谢了吧 没有你一周一期的片子 深百姓照常过日子 对了 我给你画了一幅小画 那是我亲手画的 请削纳 这里 那 我们大家一块 祝 老展生日快乐 文迪 这幅小画是我亲自画 这幅小画 我送给你了 希望你能感受到 我心有蒙虎 细袖巧威 不会玩味一枪就别玩 这是你画的 今天咱们来一百天留个记忆 这个车子包包视频我收得很多 不然还是第一次啊 谢谢喽 这画是我梦里面完成的 宝妞 和红老爸用语着 能不能用着什么 管用这些 一定是恶 刁唱歌小姐是懂画之人啊 不懂 只是喜欢吐槽 不吐快行人 我们家死鬼 可是深大传媒大学 主持播音毕业的 崇高理想的 理想 这么正经 这都什么年代 怎么了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就是为了理想而奋斗 不关乎年代 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个大龄版的元气少女 怎么说话 跟我搬一模一样 你你你你 你去叫星巴是吧 你爸是叫木法沙吧 你在家就这么嘲笑木法沙吗 起码我有理想 你有吗 他就是我的理想 我去吐 年轻就要痛快 年老就要自在 你闺蜜今天怎么了 感觉吃得像药儿的 心情不好 两天被同一家公司给拒绝了 心情能好吗 他那张嘴 不吐槽 不痛快 他就是招聚体质 小子 音乐配得还行 片子做得一般 就你这水平来我这儿面试都过不了 继续努力 谢祝福 谁好 我爸呗 谢我就谢我 还 我上了一堂课 笼包也不发 真够抠的 不过呀 算是逃过一劫 满天过海 高 伤快乐 我去想 我去尽量 我去尽量 词 我去尽量 因为我 我来 吃 你 不过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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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 不错吧 我这后面就不让你看了 我跟你说 我这可是大招 我轻易不拿出来的 我要不是看你们太飽 文化还行 我都怎么可能拿过来 展总 展总 太巧了 又见面了 你这个待业青年还挺闲啊 此时此刻你应该在去 别的公司应聘的路上 我不去别的公司 我就要进太阳文化 你还挺执着呀 别在我这儿实验 有志者施进城 你在镜头前的表现我看了 不行 我今天是来面试编导的 换招了 更不行 展四儿 其实吧 我平时不是那样的 我是对节目不熟悉 你知道吗 我今天带大招来 你知道我放大招 请您过梦吧 我这过磨啊 我以前跟你说得很奇怪 我很怕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展四儿 那幅画 这幅画 是我梦里面完成的 说你呢啊 我这不是菜鸟收容所 我拿着你的简历找别人去 展四儿 看在我安前马后的 为您开了一天车的份上 您就拨荣看一下我的策划案吧 一口不同声 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有趣的形式 他一定会刷新音频的 看 家庭跨带辩论节目 不同年龄段的家庭成员之间组队 就家里的敏感话题展开辩论 您先看 我再解释 我是让你出去 展四儿 这是我众多策划案中 最满意的一个 出去 拿着 给皮卡看去 给他看 找我是月籍懂吗 懂了懂了 一级一级来把他救回来 说的 初亮 皮可 赵有事 我这边订作片了 好好跟年轻人学习学习 节目策划案 你写的 等一支吐 作为前辈 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请说 你这家庭成员之间 变卵说白了 不就是家里人吵架吗 真动起手来怎么办 老子小子孙子 放在一块儿变卵 你这不是鼓励 电视机前的小孩 跟大人顶嘴吗 回家之后怎么办 日子还过吗 弄得家破人亡的 节目组负责吗 你别录取了 皮哥 你这是不是太没原则了 我的原则很随机 大邦哥可不喜欢彩鸟 你别瞎闹 一张白纸 适合调教 有眼光 谢谢皮大哥 不用谢美丽 反正我说了也不算 周亮 再好好看看 再问问 你们都问问 走个过场嘛 好 我找山城仁那个节目组的 我是关上余电的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搞不出大事情了啊 性命有关 你们疼不了 等等 刘主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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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过去啊 艾伯 你说什么性命关天啊 死了 我们家龙龙 就是让你们给害死的 这下你们可贪成大事了 好好好 我这就派人过去啊 好 这个啊 哥 贾泽 你让他们看 他们说了又不算 去一趟关上余电 现在吗 怎么了 跟老板来电话 说我们害死了 他们家的龙龙 这不是龙龙 龙是谁啊 我哪知道啊 所以你去看一下 什么情况 好 你送我一趟 好 你别再跟着我了 你送我一趟 你不是会开车吗 你那车后案 还要不要我帮忙了 可是在这坐我的车以后 我腿都走不直了 你行吗 我什么场面没见过 走 我什么场面没见过 你这车技啊 屁股开高上头 我不管啊 你坐到了我的车 就是我的人 策划了那个事情 你必得帮我 我什么场面没见过 真人瘦 是 现在电视开机率 越来越低了 电视观众流失严重了 拍里呢 也在极其转型 各个台都在考真人秀 咱们台也要上一段 真人秀节目 是我负责的 我们你的嘉宾名单里啊 可是有放心人物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不是啊 你让他跟一帮小明星 去做这种娱乐节目啊 台里需要你的时候到了 你可千万别掉链子 下周就要签明年的合同了 你可慎重决定啊 行 那我先走了 谢谢 哥 出事了 你快过来 来呀 不相伤害呀 不能轻易给别有游戏的人低头 是啊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他不相伤害 他受伤害的时候 我们家隆隆好不好 你们就是凶手 杀害我们家隆隆的凶手 你们现在就是犯罪嫌疑人 惊态吧他 他还想不懂事 给他好好说 想不懂事 他可好说了吗 他好好说 他不讲道理你知道吗 还空口无边 还说要打人打人 你也太嚣张了 你说什么呢 你找伤害呢 别动手 怎么回事 刘老板 怎么回事啊 我这龙龙啊 实在是太惨了 他就是龙龙呀 我还以为是个喘气的呢 原来是只带鱼啊 不 你什么眼神啊 你懂不懂啊 这可不是普通的观赏鱼 这是白鸡龙 鸡瓶白鸡龙啊 你看看我这么好的鸡瓶 就被你们拿得活活地给烤死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这鱼是他们烤的呀 这要什么证据啊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 你这明摆着就是碰瓷好吗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你 碰瓷 碰瓷 碰碰瓷瓷 不是 你这小丫头骗子 你是不是找不下架了 我让你去 我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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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废话啊 别人多啊 我 我就允许你们在我这耍混蛋了啊 我们前天来拍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晚上就死了 那你们白天搞了他一天了晚上 他 他痛苦难忍 他挣扎了半天他死了怎么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找我们 我太悲痛了 那我悲痛的时候 我想不起来找你们 可是我现在找你们 你们要不认账啊 账过来 我们赔 赔给他 坐 给你 不是啊 二十万 二十万 你那大鱼满口香鸡牙呀 我书都白念了你 你见过满口香鸡牙的观赏鱼吗 我告诉你 我那它不是普通的观赏鱼 它是极珍贵 极稀有的知道吗 它叫极品白鸡龙 得过无数个大奖知道吗 再说了 我养了三年了 我拿得到七十一样 原来那鱼是你儿子呀 才三岁啊 三岁连媳妇都没娶多死 也太可惜了 是不是 这你这就是无赖嘛 你说你啊 就是没养过鱼 哪不养一个帮儿狗 我们赔 你能不能让我见见那条鱼 如果是我们的责任 该赔多少赔多少 如果跟我们没关系 它自然死亡的话 你这一开口二十万 你这叫敲诈呀 他生前赔哪个鱼呢 你们在哪拍的他你们忘了 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两条鱼 为什么偏偏死的是他呢 他运气不好 他离你们那个灯太近 你们那灯把他烤得太厉害了 他不舒服他死了 那你告诉我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 他就是那天那天你们来拍的那天 就 前天晚上 前天 如果是前天晚上死的话 他不应该这么僵硬 应该是软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从他这个软硬程度上来讲 他的死亡 应该不超过十二个小时 据现场目击 你这个鱼缸 没有盖 他是从里边跳出来 摔在地上摔死的 他是属于自杀 你说什么呢 我就没听说过鱼还有自杀的你 你没听说得多了 你要是真讹我们 出了门 左拐一占地 法院 我在那儿候着你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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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走 不能走 我想明白了 他就是自杀 你是被你那个 不舒服 你 你要是讲道理呢 我陪你讲道理 你要是想玩武术 我陪你玩武术 不是 他就摸一下这个鱼的尸体啊 然后就问那鱼老板说 据这个鱼的死亡程度 这个鱼死亡时间 不超过十二小时 看 你的鱼缸盖子是开的 这个鱼一定是昨天晚上 从鱼缸里跳出来 他属于自杀 自杀 你还自杀在学习了 今儿长今儿长 他呀就是你冷面大树 你说话特别喜欢几个人 我怀疑他童年没过好 我怀疑他 咱们弄神 那不简直就柯南啊 柯南 柯南眼睛多大呀 他那小嘟嘟眼 他顶多算是一个 敌人节 敌人节 还是一个会武功的敌人节 想什么呢 这么热闹 一个破案故事 没看出来呀 你这么淑女还喜欢听这个 没见过中口味的淑女啊 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阴魂不散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在这儿吃饭呀 朋友圈啊 温迪刚才发了 给你们俩子自拍 我一张照片 你就能知道我在哪儿 一张照片的线索 已经很多了 餐厅的装潢 菜品的风格 窗外的街道 我们又经过我的分析 然后马上 分析什么呀 分析什么呀 那盘子上 写着那么大字呢 看不出来呀 谁还不知道在哪儿啊 你真是 破案 李温以为自己是展大鹏呢 展大鹏 你们说这个展大鹏是谁啊 一个神奇的 会破命案的冷面大叔 我的天 够穿越的 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 不是在想 这个大叔 如果知道 这两位美女在唠叨他 是什么感觉呀 感冒了大鹏哥 没有 不知道是谁想我 观赏鱼店那期节目做完了 什么事我供您看一下 我还看吗 这节目还没上呢 这就讹上我了 还得告我 一条鱼二十万 我闻所未闻 那 这期节目不用了 上别的 这期想搁那儿 上哪桩电商那期 那节目不是让我给毙了吗 那 那咱们手里没有被剥的节目了 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 您给方姐放了价 他不在 他不在 我这节目就做不了了 哥 出大事了 你看 盲横制片人展大鹏 拒绝赔偿昂贵龙鱼 并触受大伤无辜电竹 这不过扯了重伤 他怎么不说我把人给打死了 他和他的爱宠阴间团聚呢 谁信 哥 你别不当亏事啊 现在这事都影响公司形象了 行了 别请人忧天了 该干嘛干嘛去 哥 我帮你啊 谢谢啦 我特意跑过来为我们买单 我不是特意过来来买单的 温迪 我们去兜风吧 我的车 你让我坐这个去吗 到哪儿我们都吹飞了 你说过你喜欢夏天兜风的呀 这个点儿去正好能看到夕阳 我喜欢是喜欢 可我喜欢坐麦巴赫去啊 还有事呢 先走了啊 温迪 温迪 你干嘛老躲着我呀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咱俩就是在一块儿玩得还不错 没必要今天见呀 你讨厌我了 金宝 你真不如我喜欢的类型 别浪费时间了啊 不是 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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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哥 你不用帮忙啊 我还帮什么忙 我都没有好好 走 这不是方杏仁的书吗 我怎么看着你 觉得不像是那种 爱看书的孩子呀 别太傲慢 我只是对你有偏见 你喜欢这女的 怎么了 这样 我让他给你签个名 再帮我跟温妮约一次 你看行吗 让我幼稚园小孩呢 随便找个人 给我签个名糊弄我啊 我让他当面给你签 行吗 真的假的 有小麦网这样的资本支持 这么优秀的团队 你的一切想法 在给小麦网做的新节目里 都可以一一实现 可是我先生并不想来 我也没办法 放心 只要你肯来 他肯定会跟你一起来 为什么 如果你都走了 他还是无动于衷的话 那我觉得 你的意思是让我先斩后奏 在太阳 展大棚是王 你只是王 来到小麦网 财权 兵权 行政权 我通通都交给你 你就是自己节目里的王 带脱你身后那根线 成为更好的放心人 来小麦网 书写你自己的历史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喂 爸 芳啊 有个事究竟 什么事啊 爸 是这么回事啊 我们这儿呢 有一老太太 她呢不是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你不是出了本书吗 她呢想要你签字 这好办 爸 我现在就签一本给您送过去 那那那倒不用 不会不用 我那我 我将那孙子去取就行了 好不好 哦 那也行 爸 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您 嗯 那就这样 爸 再见 干净了吧 你 干净了吧 搞定 嗯 来了吧 给您呢 给您呢 不是 我 我费着这么大的 这 您就够一块啊 您好意思吗您 那您还想怎么着啊 给我留点啊 我看这这破巧克力 都舍不得孝敬斩您 真是 哪敢啊 您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得谢谢您 斩大师 不是 你现在别说大师 大师在现在社会上都是骗子 他们都是骗子 但您真味煎包的传人 在我心目中的就是 烹饪大师 这美国这巧克力 跟中国这巧克力 也差不了多少啊 你那一批 对了 我问您啊 嗯 你这次从美国回来 你爸认识呢 我成年了 别动不动就提我爸 我这回回来 就是为了看您啊 行行行 别跟我这儿贫啊 我跟你说正事啊 你就是活到八十 尚不得回老爹 你也得请他的 有什么事 你也得跟他上来商量 你准备什么事告诉你 不到万不得已 打死不说 反正我把话就说到了 做不做是你的事 对了 你说你从美国回来 你就给我带这么两块巧克力 还没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示 今天我哪儿都不去 在家吃您做的饭 我和袁宝俩人 您看行吗 行嘞 行吧 不对啊 这谁向谁表示啊 晓妍 我要吃正味煎包 多做点 那袁宝俊能吃 完了 今儿是亏了 对了 拜托你身后那根线 成为更好的芳心 来小妹吧 收写你自己的历史 对 怎么样 最近挺好吧 挺好 好 对 给我来碗粗 好嘞 谢谢 这么快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这很难猜吗 你要是陪我吃饭的话 我给你来一碗 你要是来说服我的话 你最好是从哪儿来 回哪儿去 你怎么这么宁呢 不对啊 我给你时间了呀 我不是给你放假了吗 你不是整天喊着 苦啊 累啊 累啊 你可以去享受啊 可以去死泡 可以去泡温泉啊 我准备跟何时签约 去 签合同吗 这收购的事 你说了算吗 当然不算 所以 我签的是我自己的合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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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见面了吧 好 方姐啊 展姨就是想让你帮她签个名 你还挺有本事的嘛 居然能找到我公公 这就是六度空间理论 我用了还不到五个人 就联系上你了 怪不得这个理论又叫做小世界理论 原来世界真的这么小啊 詹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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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個策劃案呢 皮卡哥和周导都看過了 他們覺得很不錯 你要不要跟我聊一 吃飯 吃飯 那好吧 那我改天找你啊 我可以跟你拍一張照片嗎 對不起 我公公沒有交代過 也是 我這兒有一份策劃案 你可以看看如果 我公公也沒有交代過 沒關係以後我們有的是機會 我叫唱歌 歡唱的唱 歌唱的歌 鄭舒我們走了啊 拜拜 拜拜 老爺子給我打的電話 沒辦法 老爺子給你打電話了 不行啊你 路子夠野的 還真認識他呀 當然了我說到做到 怎麼樣 給我把溫迪約出來吧 你說約就約啊 你說約 你怎麼說話不算話呢你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簽約小賣網的事情 我希望你能理解 你要是離開我的團隊 你根本就有心 別說了別說了啊 別說了啊 別說了 爸才給你們趕走 不是吧 站住 站住